今日的E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美高煤中国2282 简选原因是按业务复苏的速度计算 豪赌股当中美高煤复苏最快 主要受惠于中场业务逆势扩张 成功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新赌牌下赌台数量较疫情前的2019年多了40% 集团公布公司去年总经调整的EBITDA 大约是72亿4千万 创出历史新高是2019年117% 2022年同期是亏损12亿 单计去年第四季 经调整的EBITDA是21亿9千万 2022年同期是亏损4亿 季内整体市场份额按季增长大约2个百分点 去到16.3% 按赌收计算 公司一月份赌收市场份额升至大约20% 业绩性预期刺激下美高煤昨天升了9% 收报12.32亿 突破前高位 股价创出2021年5月以来的最高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短期目标先看14元区 大行职后给予它的平均目标价是15.4元 你不肯定来的 遇见 比赛 这一期目标准 broadly 天职